這部外表十足一部卡片相機的手機 其實是 Lenovo 新推出的 Five-shot 除了外形,功能亦是打正拍攝的旗號 新機設有1600萬像素BSI 16-9感光元件 兼具OIS防手震技術 機側近右下角設有一個實體範門件 旁邊更加設有自動及手動拍攝模式的切換件 相當方便拍攝 要讚的一定是它的拍攝界面 手動模式的時候,畫面左邊有齊各個常用的功能 例如霸平衡,曝光補償等等的按鈕 右邊側設有方便以手指弓調校各個設定 操作非常就手,加上設有三軸水平而感覺相當專業 實體範門件有半按對焦的手感 但紅外線對焦就不算快,有輕微的時制 比起LG G4,Samsung S6的一按即拍就差些 更特別的是,鏡頭設有三色LED曝光燈 亮度算不錯,但相比iPhone 6的雙色燈 又未見有特別自然的效果 800萬像素自拍鏡效果算不錯 像素比一般手機自拍鏡高得多 自拍又特別加入了填充光線的功能 能夠以屏幕上的粉紅或陽光色為面部曝光 它那個尾機功能是真的做到 然後就算我化了一個很淡的妝 或者你已經融光了這個妝 但是用完之後都好像塗了BB Cream 尾機功能是讚的 然後它都有一個色彩的功能 就說會粉紅一點 我覺得少少都看到,你不要預期會很厲害 新機外形頗有誠意 一體成型的金屬機框 機底面都是平面的玻璃 四邊金屬框造工也都算細緻吸引 機身厚7.6mm不算輕薄 但上手的感覺都算不錯 也都較為紮實 Snapdragon 615 8核 3GB RAM 加上32GB內存 屬於中階級數 但也都算夠用 5吋IPS1920x1080的屏幕 以iPhone 6作小比拼 無論看相片 Five Shot的顏色都是頗為鮮艷 但就不及iPhone 6電眼 光暗位也都不夠iPhone 6細緻 同身機一起推出的 還有一支可愛的小型圓形補光燈 設有8顆LED燈 以USB充電 只要插在Five Shot的耳機位當中 就會自動啟動快門 方便自拍 這個閃光燈 第一 我覺得它很方便 第二 我覺得 因為它是想打造眼裡有個圈 但我覺得可能因為它太小的關係 我只看到眼上有一點光點 但沒有變成一個圈 但因為它夠光 所以你拍起來 自拍來說 它都可以有明顯的效果 但如果你期望有個圈在眼中 就做不到 在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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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做不到